开书啊 哎哭的 给我 怎么能哭都没了 这下来手太快了 手太快了 就是倒点书 就是开了一部新书 张广泰 就不少下午没来的朋友 简单的倒的书 不能倒的太多 倒的太多呢就是重新说一遍 这对有点不合适 这个 事呢发生在康熙年间 康熙年间 北京城 通州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部人家 李元外姓李 叫什么呢 叫 姓李 姓张 张元外 叫什么呢 张好善 一共生了三个儿子 大爷 广俊 二爷广兴 三爷广泰 可是呢 这哥仨 不是一个妈生的 大爷 是老头 娶的一个媳妇 王氏 但是呢 过门 生下了这个大爷之后呢 没有三四年 死了 这个广兴 广泰呢 是这个 后娶的这个 李氏夫人生去的儿子 三个人呢 一块一块长大 到后来呢 老头啊 因为一点事情 病故了 就是死了 这个 死了之后呢 哥仨就分了家了 这是大爷出的主意 因为啊 大爷广俊 这个人 我呀 是 大哥 因为广俊啊 有一定的能耐 挣了不少钱 家里边这些个房产地 有一半 都是大爷广俊挣来的 我为什么能说老头死了之后 把这钱 无缘无故的分给你哥儿俩 大爷 所以说呢 就提出来要分家 分家令过 分就分吧 家里边 一块老宅跟这些个买卖算了一份 还有呢 剩下这些个房产地业也算一份 还有剩下家里这些个现金算了一份 三爷 广泰要的现金 二爷广兴要的房产地业 大爷广俊要的老宅 还有他手下这些买卖 时间很长呢 这个大爷觉得光这么分也不行 为什么呢 这都是我的钱 凭什么就给你呢 做下套来 把二爷啊 这些个房产地业都换了这个赤头 因为二爷呢 平常好看书 书呆了 整天足不出户 天天呢 跟家就看书 所以说呢 对这个事态不大了解 有这么一天呢 这个母亲呢 就是这李氏 来到家里边 说呀 儿子我想吃点这个 馄饨 二爷打不成去做吗 少爷的也说了 又打 二爷咱吃馄饨 咱家这条件都吃不起 怎么呢 现在这物价飞涨嘛 这GDP是蹭蹭的 咱吃不起馄饨啊 您瞅瞅 现在鬼一斤面 就得 就得三百多两 你瞅瞅 这一斤面就得三百多两 咱哪能吃得起呀 那怎么办呢 这一斤肉好家伙 那就得八百多两 三百多韭菜 九十多两 咱吃不起呀 那大爷说我也没钱 这怎么办呢 您啊 分家的时候 不分您这么一后落地气吗 您瞪出两张来 咱都换碗馄饨吃 好吧 这二爷也孝顺 背着他母亲 就从这小匣子里边 拿出来一张地气 换了这么一碗馄饨 这老太太吃啊 得今天吃饭 中午一顿 晚上一顿 反正没过一个月 家里边这些的房产一页 全都吃了换了馄饨了 炸面啊 反正也没吃什么好东西 都换了 可等这个三爷 三爷 打小是 花钱花惯了 初恋朋友也多 没事的 经常的聚一聚 唱个什么子弟书啊 就是单弦舞的 插曲啊 吃上完之后啊 早晚一块儿 吃饭这都算我的 花钱花惯了 手底下也没有个结质 再者呢 三爷最近又开始练武术 啊 冰刀石马不见 反正没事经练 醒来这些个全都是 这个武术界的能人 弄到家来 叫三爷怎么打拳 怎么踢腿 交完之后也不走 都一块儿跟我出去吃饭去 常来 老是三爷花钱 可是分完家之后呢 这三爷啊 还是照常的 这么请客 这么花钱 这钱呢一点一点的 也都花完了 哥俩 来到这个李氏夫人这儿 贵客都说 妈对不起您 我们哥俩的钱 全都花完了 正说着呢 来这么一位 救命的 谁 大爷广去 娶这么一个媳妇 就是这老二跟老三的嗓子 也姓李 也是一位李氏夫人 来这儿跟自己的娘去说 现在是这个老大做套 把这老三跟老二的钱财 都具为己有 骗得走了 我啊不能看着您老人家挨饿 我呢 自掏药包 给您一部分补贴 您啊再想想主意 好吧 既然这个老大媳妇 这李氏夫人 有这份心呢 这老李氏夫人呢 心里边还是比较高兴 但是 这日子 也不如原来 把老妈子都轰走了 宅院也幻想了 自个人家做饭 平常呢 三爷 打吃打喝 啊 经常的出去啊 没事的 吃着喝喝 提倡全 没有 天天是足够出 有这么一天 家里边来人了 来了那么几个哥们 啊 王五 赵六 其中呢 有两个要好的朋友 叫什么呢 一个叫搜忠 一个叫李棍 哥俩呢 都是市井上的就是 会儿啊 收个保护费啊 反正有点能耐 市井上的人 来到这帮帮帮一敲门 啊 这个张三爷怎么不出来了最近 啊 瞧见你了 啊走吧咱一块出去 咱聊了去吧 啊不行 我最近我心烦 我 我不想出门 哎呀 怎么了 这个老爷子去世的劲儿 还没过去 不是 我最近啊 囊中羞瑟 我呀 跟你们出门我不好意思 哟 三爷您怎么了 有钱的时候 您见天天的花钱 现在没钱了 就不跟我们出去玩去了吗 咱也说话说回来了 原来老是您花钱 怎么着也该轮到我们哥 几个一回了 走走走走走走走 咱一块出去 咱一块玩会儿去 带着三爷 死拉硬怪的 哥几个一块出去了 找一茶楼先喝会儿茶吧 哎 这儿聊那儿聊最近正忙什么呢 啊 一定神砍 说吧 晚上带着三爷出去散心去 去哪呢 三爷 晚上带您玩点心的吧 哟 哟 哟 你玩什么呀 哥几个带您 打茶围去哪 那又说什么叫打茶围 这个呀 就是 就是 过往济军 就叫打茶围 这个三爷不明白 什么叫打茶围呀 哼 您怎么呢 您这大户人家的公子 按理说 这可不智围 打茶围 是吧 这是漂亮的 啊 长头的 啊 这个女士 啊 咱们一块 啊 是不是 好 聊一聊 啊 是吧 哦 进院 干嘛说这么素 打茶围 哟 哟 那我可不行 我没去 我得回家问我妈 嗨 三爷 您怎么 都多大岁数 要您找什么件事 跟着你去吧 这个东西没有白天去 都是晚上 在这个茶馆 待了一下午 晚上呢 找个咪家饭馆 稍微吃点东西 因为到那普遍都是喝点花酒啊 也得吃饭 不用吃 特饱去 吃吃吧 吃差不多了 走吧三爷 咱走吧 麻去 打茶围 行吗 看出来 这三爷往太 也去不了 出门是让人 打茶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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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中 跟李贵都傻了 这事不怎么着 啊 小点声 啊 这行 咱不让他低着 这不至于他 咱就走吧 走了 二十来分钟 来到这么一趟街 呵可了不起了 三爷全是傻 两 这一街 两项 灯红酒绿 上面 好 楼上楼下 灯 花灯啊 各式各样的 买了点 全都有 好 一街两项全都是 门口啊 不是说啊 过去那剧院像 你看着呢 咱 咱 上面站一溜女啊 等着手去 来呀 进来呀 扫手 弄姿子 来呀 不是 那个全都不对 门口呢 有这么一个支友 谁呀 大茶壶 哎 跟这支友呢 往里边 拽客人 没有说像电视里看着呢 站好些机 往里边拽人 没有 就这么一大茶壶 啊 往里边 来吧 进去看看吧 找了这么一家妓院 叫什么呢 美凤楼 就在这家妓院 好 人山人海 一进去 大茶壶 先问 你好 这是贵的 先问 你好 有熟悉的姑娘吗 都是这样 有熟悉的 把那熟悉的叫来 没有熟悉的呢 我呢 给你再介绍一次 好看 最近现在 咱上个审美啊 叫头啊 都问问 你好 有熟悉的发型师吗 那都是那这儿留下来的 所以我给你介绍一下 啊 你说好好来 来了 他对你说也一样 有熟悉的姑娘吗 啊 姚子来着 老找着这么一个 啊 没有就再给你找一个 看见 这周中跟李棍 还有这张广泰 还有那哥几个 一块进来 大茶壶赶紧过去 哟 姨爷爷 一眼就瞧着李棍来 因为他们是市井上的人 对这个大茶壶啊 他们都熟 哎 周围有点日子没来 今儿怎么闲得没事 跑往这儿溜达来的 嗨 这是带一哥们儿吗 跑这儿散着亲来 认识他们 哎呦 树小子眼多 还真不认识 他你都不认识 咱们偷偷成 这种最有名的张浩善 张老元外三公子 张广泰你不认识 哎呦 哎呀 这种小子眼多 三爷 三爷 赶忙失礼 把几位让到楼上 找了这么一个包间 要了这么一桌上好的酒席 喝了 几个人正喝着呢 这张广泰他也头一次来啊 他就没明白这女儿是怎么回事 他就糊涂着 这来这干嘛来了 嗨 咱就是聊一天 找几个姑娘咱陪着一块坐着 然后没事唱个曲啊 一块聊着 好吧 那这妓女是干嘛去 这一下 可给这个邹中跟李贵问啥了 哇 这这哎呀 兄弟 哎呀 这这你做什么吧 这妓女 妓女你不知道 妓女就是有技术的女 你知道 你蒙完了 你看哥哥怎么来 你怎么来了 来了 过去来说啊 那么妓女不像现在 啊 你站站一溜 你挑 那么就走 没有 过去来说 然后 讲的翻牌 翻牙牌 当然了有的那个 好的妓院 用得起那个象牙的 那一般的妓院 都用竹牌 但是也叫牙牌 但是妓院啊 有扇墙 这墙上面呢 是一个金字塔状 上面 这是头牌 二牌 三牌 四牌 五牌 往底下的越来越刺 这个品项也就是钱啊 也就是越来越便宜 长的那你都别停 嗯 从上到下 翻哪个牌 比如说头一个 是梅啊 啊 第二个什么 塞西施啊 第三个这牌上 头一个郭德干嘛 啊 是啊 第四个余千啊 这都是越来越来的 啊 翻了 周中文理棍 找了一个自己熟悉的姑娘 翻了 啊在吗在了 赶紧得醒过来 陪周中文理棍 这几颗哥们都找了熟悉的姑娘 啊 张广泰没来过呀 嘖 看着这牌子 哎呀 找谁啊 哎 一眼 就桌上的 背上的头一排这个 头一排 写的三个字 叫什么 韩红绿 哎呀 嘖 张广泰一座 这个人叫韩红绿 哎呦 这种名字起得好 好听 啊 这姑娘长得不定得多漂亮了 啊 有一响之内 啊 韩红绿 老妈呢 赶紧啊 把这韩红绿就叫来 我今儿就我就翻他的牌了 老妈呢 赶紧过来说 这个 张三爷 我得跟您说 这韩红绿啊 我们的红绿小姐 跟别人是不一样 怎么呢 在前段书啊 有所记载 这个韩红绿啊 不是说 像一般的妓女 啊 大小子干的了 啊 静女不是那么好干的 大小子得培养啊 啊 怎么来怎么弄的 怎么服侍人家 怎么那个唱 你咋咋的 会什么乐器 下棋啊 你得跟人有得聊啊 天文地理 一步行像的 这都是学问 不是说 大小子就干静女的 人家是被官卖 卖买过来的 怎么叫官卖呢 在这个韩红绿啊 家里边过去啊 也是当官的 但是那个父亲啊 得罪了朝中的一个金臣 把皇上呢 给发配了 发配呢 这个家里边的女卷呢 就被官卖 有的那个 就被买到这个 大宅院里啊 当个老妈的呀 当个佣人的 有的 就被妓卷挑走 但是绝大部分的 这种官卖家里边的大小姐 都被人妓卷挑走 韩红绿 韩红绿也是 让妓院的老妈买的 买的这妓院里来了 但是韩红绿不一样 不是那种 柔络的女子 打小 人就练武 练的一身好武艺 你说是 踢个腿 踢个腿 打烫拳 没一个不行的 来到这儿 老妈的 头天二天还挺客气 三天啊 让韩红绿出来接客 韩红绿说 我不能接客 我 我不接客 不接客好办 来 打 他哪打得过 韩红绿啊 好像 来了四个大小伙子 让韩红绿 俩挖着这个山子阵 老妈的 瞪个老妈的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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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我拿着吐出来撒了 我接客还不行吗 啊 我不接客 老二宁 你要再提这个 说一回答你一回 说一回答你一回 行吧 修士九世老妈的 也不敢让韩红绿接客 但是呢 这个韩红绿也说了 我呀 只不过是现在寄宿在你这儿 我不是说 赖着你这儿不走 我多的 找着一个 一中人 我让他 把我赎身 我就跟他 我们俩好好的过日子 你甭完了 但是 这么长时间 韩红绿 没碰到一个可心的 说了自己 行李箱头的 找一个 我觉着看得上的 没有 一直都是 七到八十的 打色魔 韩红绿 哈哈哈哈 没有 一直都是 韩红绿根本就不放在眼前 今儿呢 张三 张公子 点这 韩红绿 被老妈子过来再说 老宝子 三爷 这不是不给您叫 关键是咧 我们这小姐脾气太暴 三句话一部队就打人 你说我这脸上还指紫着呢 你说我没法给你叫 你赶紧去吧 你要他 你要是不叫他 我打你 那我去 去吧 来到这儿 你说 外面有这么一位 张三 张公子 还不许听 张三 张公子 还以为呀 是平常见这些个 顽固子弟 跑这儿就为消遣娱乐的人 我不见 张三的一听 又坏了 能不能不见我 今天不见没关系 连续的 一共来了 有这么一个凶器 谭鸿玉都没见见张三 张广泰 广泰 岁小 这脾气也暴 也憋得较劲 怎么了 我这也年纪轻轻的 长的也不赖 我怎么说也是一漂亮的美少年啊 啊 你就说你是美少女战士 咱俩得会会 对不对 我也是一美少男 男女 这怎么就不见我呢 过了一个礼拜 转天起了耐心 今儿我非得见着韩红绿不可 不管怎么着 我也得见她 早上起来早早的出了家门 身上随身 戴了这么一把匕首 我今儿要见不着她 我见一个我懂一个 来到美丰楼子 啪啪啪一大轮 大茶壶 穿着衣服说 这大早上起来 谁呀 你看 张三爷 今儿您来得太早了 这功能刚一躺 您怎么就来了 我不管 我现在就见韩红绿 别的我不说 这韩红绿不跟您说了 人家不见您 我不管 我必须见她 三说两说一枪火 张三爷这脾气起来了 拿着刀子 要挡这个大大虎 正面抄着呢 老宝子过得来 你哟哈 三爷您怎么了 你干嘛跟她这撒会儿 你扎她干嘛呀 不扎她 我就扎你 我跟你说现在我疯了 我必须得瞧瞧韩红绿 只有韩红绿 能解了我现在的心魔 我究竟地瞧瞧 她是什么样的女子 竟然不见我这么多位 我必须瞧 俩人跟这政治人 我必须扎了她 韩红绿 但楼下下来了 谁呀 妈呀 大胆起来跟这吵吵闹闹 还让不让姑奶奶睡觉 妈呀 后来怎么疑问 这位 就是看您一礼拜 您一礼拜 都没瞧人家 也没出来跟人打一招 人家今儿不高兴了 非要见见 您看您这是怎么意思 您是见是不见 见见吧 到这儿一下楼 看你张三爷子 跟着正要扎老老宝子呢 老宝子也够惨的 韩红绿刚打完他 他下来又炸他 你这招谁惹谁了 后来就问 你是张三张宝钗 正是在下 您是在位 我就是您要看的韩红绿 张三彻底傻了 被韩红绿征服 长得太漂亮了 刚才这种撕 那眼里头就杀气了 那没有看没你的那种感觉 他看谁的眼红了 他见谁都想恨不得弄一下 他挡着一刀 他没有那感觉 定下神来 仔细看这个韩红绿 太漂亮了 怎么说呢 有一想之美 在这个男人的心目当中 这个女人 不是说带媳妇来的 这也是真的 他心目当中 有一个美女的这么一个规范 她长得什么样的 我喜欢的是什么样的 但是这个男人也是善变 一天一变 不定保证今儿喜欢什么样 明儿喜欢又一样 但是韩红绿 这你什么时候想 这个人都能符合你标准 一想之美 就这么漂亮 三眼变下征服 你不是想见我吗 啊 好啊 那我今儿就跟你聊聊 嗯 走吧 跟我上楼 跟大傻子似的 一顿一顿来到贵房那儿 聊聊 怎么回事 想问问 张赛言是哪人呢 一料我是同州本地人 啊 我父亲叫张浩善 我哥哥张广旭 我二哥张广秀 我叫张广泰 家里边还有一位老母亲 啊 最近父亲刚死了 我们这分家怎么知道 全攀多出 孩子小 十六七 没有什么心眼 家里边 我没钱了 我二哥没钱 怎么让我大哥给骗你了 啊 但是我最近我这不乐出来 兄弟帮着我 没事儿来了 就一两趟 我叫你出来 翻你的牌 他又不见我 我这一起急 行个鲁莽之事 啊 往小姐见谅 啊行不行不行 别说了 张这个 韩文艺这边也说 我家里怎么这么情况 父亲原来在朝里边当差啊 得罪了这个 参观了 啊 让皇上就 发佩服去了 我怎么这么着 关麦 我到这儿呢 是想啊 找这么一个情投意合的 小公子 啊 我出身 我们两个人一块呢 到外不过个好日子去 俩人是越聊越投机 啊 兴趣爱好脾气秉性呢 差不多 你们懂吗 刚才也也好练武 那 人家韩文艺练一身好武艺 俩人这就聊下来了 这怎么练那怎么谈的 天文地理 一部星相识 无所谈 从早晨进去的 一直到晚上 才聊秘策 最后 两个人是练练不舍 韩文艺说 既然咱们两个人清涛义和 你何不帮我赎身呢 好啊 我赎身我娶你 行 我在这儿等着你 三爷 随着说 心里边 以后 等着 他没钱 他钱都花空了 什么 二哥那也没钱 都在大爷广剧这儿 我没钱了 我说出去 我怎么办 行行 可是我 刚才也说了 跟女方都说了 我这钱都花完了 那女的去看 他支支吾吾的劲儿 我明白 你现在库里 不太方便 不要去 说着话 打这个床下边 带出了一个包子 里边装了几张银票 三百两亿张 一共是三张九百两银票 你拿着我这九百两银票 你去帮我输身 输完个身 咱们二人 小夫妻成家妻 一点点好好过日子 你看怎么样 好啊 行 这事你甭管了 我出去我找老妈的出 咱我今晚交钱 明儿咱就 咱就过日子 咱就生孩子 后咱就抱孙子了 好事 想的反正快点 美好的地方 就在明天 你甭管你等我 过了点我就来接你 甩下特别一句话 来吧 到老妈那儿 一问 我 我跟两个人聊得挺好 我们这一天我们就说话了 嗓都哑了 然后我们 我想 现在想好了 我想帮这个韩红玉 韩小姐输身 看看吧 还商量商量 要多少钱 他还得一琢磨 您可算把他行走了 要不然一天打我三回也够瘦了 我算了吧 反正输他是没多少钱啊 有个七八百两也够了 但是最近这几个月把他弄回来 我这医药费可是够贵的啊 你把这医药费先给我报了 算了算 连带药费 连带书身一共是三千两百一 战广派 三千两 要搁的过去 想都不行啊 套着钱来 把这姑娘带走 现在不行 囊风羞涩 没钱 钱都 骗走了 都花光了 怎么办 这兜里就剩下 韩红玉 给她这九百两万一 心想 我不行 我是不行啊 我找谁 我得找我嫂 我问你一句话 老嫂鼻母小舒适 确实 广续大嫂 对她的帮助是不小 这时候 想起自个儿的嫂子来 没犹豫都没犹豫 转天早上起来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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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老宅 见着嫂子 给嫂子要钱 我都要娶韩红玉 晚上我就跟她 拜堂登进 我心里都想着 来到老宅这儿 赶巧了 大爷广去他里面出来 加了个算贩 出去算账去 因为不少买卖 只是他管理 出去算账 哥俩呢 四目相对 站住 大爷呢 一看 呦 三二你怎么来了 家里面挺好的 老三这儿 支着屋 有话不敢说 不能说啊 我到这儿 我管我嫂子要钱来 这话不能说 因为每次 这大爷这大嫂 李氏夫人 给钱都是偷的 背着大爷广去给的 封锁 说完之后 把嫂子就卖了 那支度啊 我这那个 我 我 村里边一着急啊 嘴上没把门呢 就说出来 我我借钱 哦 借钱 好啊 兄弟 怎么了 没钱发了 跟哥哥说 借多少钱 我 我想 想借 三千两 啊 兄弟 你借这么多钱干嘛呀 啊 你要这么多钱干嘛呀 我想 想 帮一个 妓女 熟生 啊 我们俩跟她 我好好的 我们就过日子 大爷一听这话 我等着去 啊 啊 爹不在世 你就做出这样的混账事啊 啊 娶个妖姐在家里这下话 咱家这一大户人家 有一定的家规啊 嗯 你这是干嘛呢 啊 我跟你说 你好好的 你要是再让人见太太的 没个正事儿 多可要替咱爸揍啊 啊 以正家的啊 没有你这样的 你这儿 三叶是皮肚腾腾腾腾的起来 怎么呢 啊 我要娶媳妇 这不正事儿吗 这还娶媳妇有娶妾什么 啊 你知道她什么人 怎么呢 我们俩是相投意合 所有人都认识 好 彻夜长来 你比赛 啊 没有你这样的 借三千两没有 我说我告诉你 我就问你 张广俊 你借我钱不借 你要不借 别跟我这儿废话 啊 借钱没有 你要说三千两 没有 二两 我说这好有 你要啊 好了 这不是羞扫人家 男人开玩笑 借三千两给二两 这才话 嗯 三爷 我不会与他 我走了走了 转身就走了 大爷 生下歹心了 三 三 哎 怎么了 我说你 你还有吗 你不借我 我就走 我照样娶着人 我说我的事儿 你别管 因为啊 他知道 他二哥的钱 都是让你大哥滑走走 本来就有火 看见他那 就不好意思说 你别管 我跟你说 三 你要是敢把这妖精 取回家来 我跟你说 你等着 等着等着 我告诉你 张广军 我反抗你了 啪 一伸手 给他大哥 啪 来一大片 哗 醒醒 小子 这儿 大爷跟这儿 哈 你敢打你熏堂 过来跟他撕 他哪撕过的 哎 银档五次 给他了地儿 胖胖胖 三爷站起来 啪 啪 大爷跟这儿 哎呀 叫什么啊 算不就丢了 这个了不得了 家农院工赶紧 掺到屋去 这上料咱就不提了 心里暗下决心 好 好 好 咱打吧 哼 必须 想个主意 使个计策 我得把他弄死 他要不死 我就得被他弄死 装吧 想个主意 哼 他跟我说 说完之后 肯定 得找我齐了 因为啊 这李氏夫人打小 对这个张广太太好 没事儿吃吃喝就都照了 他有事儿准得跟他嫂子说 好 我今儿找我这媳妇去 我跟他上上了 把这广太公给他弄死 这是弄成绷带 插完之后 来到媳妇这屋 媳妇一看 哗 怎么了这事儿 哪儿 这流氓打架 把你弄成这样啊 不是 怎么来怎么去 他给我打的 广太也给我打的 哟广太您别了解 回头我说的 我跟你说媳妇 现在 不是你说的能了解决的事儿了 你说那一见面就打我 你说今儿 是打成这样 你说下回 再帮我打死怎么办啊 不是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 媳妇啊 现在就是这么一点了 现在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我们哥俩啊 只能有一个活着 你看你是乐意啊 让你丈夫我活着呢 还是让他活着呢 嫂子心里啊 很没难啊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啊 没法说啊 你说我真正 让我丈夫活着 把人三爷给杀了 这不像话啊 这跟那枝图乌乌的 广句就说 媳妇你听我的 我啊 这儿有一包药 我知道他今儿晚上准备来找你了 你啊 趁他一不注意 把这药 倒到他的茶碗里 你就把他毒死了 剩下你的事儿你不怕 大奶的心里 哎呦 这姑娘这个 媳妇 你就听我一回吧 把药 塞在手里 转身出去 大奶的跟 拿着这药 眼泪下来 兄弟三人哪 哥仨啊 所以说同父异母啊 可是这李氏夫人对待广俊 绝对是比亲儿子还亲 没想到 哥仨反目成仇 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办 心里边不是资本 掉眼泪跟着哭 这天呢 逐渐就黑了 你还别说 三爷广泰 还真找着嫂子来 店里跟嫂子说过这事儿 啊 你看我娶这韩红女 我们俩真心相爱 我就得意她 怎么怎么办 来个嫂子这儿 推门进来 喲嫂子 您这怎么了 这脸这眼睛都红了 你看你这怎么不舒服呀 我带你讲什么意思儿 啊兄弟 你甭怕我这是真迷得眼 坐吧 坐吧 坐着 看着 看着 小羊 把茶水钻过来 三爷就跟她这儿说 我瞧你姑娘 长得很红月 长得很好看的 我们俩情投意合 怎么能聊 摸到这嫂子 嫂子心里 没往那儿想 因为啊 她光想着自己 这药是香还是不香 跟这儿正纠结着呢 嫂子呀 把这药包拿起来 要不说人哪 就容易啊 碰这大事儿的不清醒 就拿着这药来 哆了哆嗦的 就倒在这茶碗里 具体是什么药呢 绝对不是好的药 没那么简单 反正 就是那毒药 贺景洪啊 披霜一类的 反正那剧毒之类的 他倒在这 三爷 说了万千了 好 你看这事儿 我就跟您借三千万千 你看那三千两千万千 你看那三千两千万千 你看我把这说出来 你看明日我就结婚 把他跟这儿说 说着说着嘴里就渴了 抄着茶杯 要喝着茶水 早的心里咯咚一下 兄弟 你不能喝 那嫂子怎么了 要你喝 我也不能喝 我和咱俩都死了 怎么回事 怎么来怎么去 怎么来怎么去 你大哥现在想让你死 三爷在那儿哭 哎呀我大哥怎么这样 我们兄弟的感情也不至于这样 我妈对的这么好 那么好 你甭说呢 现在没有了 你大哥你到时候嘱咐了 说等你死的时候 把你装进麻袋 之后我就不管了 现在不是你死就得我死 要不 嫂子这有把刀 现在我把自个扎死 我 躺进这个 麻袋里 你把我记着你走 嫂子你对我这么好 我不能让你死 我死得了 拿了刀 叔嫂二人 跟这儿拿了刀 跟这儿对质了 要把扎子格 老惦记自个儿 不让对方死 我死吧 不行你别死了 我死吧不行我 俩人 跟着人僵持人 就在这时候 门开了 这一开门啊 不要紧 这开了门啊 都救了张广泰 一条幸运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